记者吴正峰台北报导 女大生小宁化名 三年前想离开万幸班队男友 却遭万男泼气油烧双腿 导致15%烧烫伤 丧失排汗功能 至今人得穿牙利裤与打肋骨唇 痛苦万分 一审一重伤害 未遂罪判万男四年9月徒刑 二审认为他已赔偿380万元 获得小宁原谅 且表示曾想娶小宁深居回忆 改判一年10月 欢欣五年可上诉 万男住在新北市 2013年与小宁交往 原是人人称借的班队 天天热倩 未料手机讯号不佳 影响谈话情绪 多次争吵 到了2015年9月间 两人再度大草 小宁心灰意冷 下定决心分手 万男求复合遭剧 竟带着一把刀 与一瓶汽油冲到小宁家 逼她到屋顶弹探 先掏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怒呛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并点火恐吓 要女方没弹完不准走 此时小宁母亲刚好来店 万男见状 立刻朝小宁左腿泼汽油 禁止她接电话 小宁虽吓得下归求饶 但人拒绝复合 甚至想趁戏 接听母亲电话 没想到此举激发万男怒气 在朝她的右腿泼汽油 花容失色的小宁想要讨好 万男尾随其后猛追 并把点燃的卫生纸丢向她 大火瞬间蔓延 小宁痛到跌倒打滚 自行脱下燃烧的鞋子 并脱外套排洗火室 惊呆的万男见小宁幸存 立刻从包包掏出 饮料 协助胶在伤口上降温 并叫继承车陪同送医 经医师诊断为百分之十五二 三级烧烫伤 双腿丧失排汗功能 每个月都得打肋骨唇 抑制疤痕增生 每天则得穿牙利裤 久战会让双腿冲血而痛不欲生 漫长的治疗让小宁的人生更加崎岖 且他因为双腿有疤痕也不敢穿裙子出门 只能以长裤示人 年轻的他一度不知如何是好 事后虽然与万男和解 获得380万元赔偿金 但心灵的受伤依旧难以抹灭 一审以重伤害 未遂罪重判四年九月 检方则认为应以重伤害计遂罪判刑 上诉二审高院 高院何亦停止小宁双腿未丧失行走功能 因属重伤害未遂 万男出 亭称与小宁待一起很久 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会结婚 没想到事情最后变成这样 面带懊悔 何亦停止出 小宁已原谅万男 且愿意给予缓行自新 又考量万男深具悔意 其情可敏 予以简刑改判一年十月 接受十小时法治教育 欢欣五年可上诉